韓國的流行語 你是T嗎 表示對方過於感性 他也是過於理性 請坐 蔡亦凡 看來年輕人可能知道答案 蔡亦凡知道嗎 用眼神交流一下 好 妳猜 T 我覺得是過於理性 你是T嗎 確實是理性 是 理性 對 因為它是MVTI的T跟F F是感性 T是理性 就是MVTI是一個非常流行 我們這個 16型 不能說我們這個 MVTI MVTI T的原文是什麼 不知道 他應該就是個縮寫 不著急啊 上完再來他什麼都知道 是吧 MVTI是四種人格特質 不是 十六種 就每一個有兩種 MVTI是十六種 MVTI它是每個 就是有內向外向 然後就是每個都有 四個項目 都有兩個項目 所以二十四方的 他說我是ENFJ這樣子 我是INTJ 什麼 你跟我全部不一樣耶 對啊 很明顯 不是 我也是ENFJ 那個 秘書幫我測一下 好 你要自己寫 大概要寫 大概一 對 好幾 就是上百項 整哥你一定是E人啦 對 你一定是E人 就外向的人 我猜你是ENFJ啦 先猜了 先處理這一題 好 過於理性 請介紹 MVTI解釋一下 好 MVTI就是一個十六型 人格的心理測驗 現在真的是非常的風行 大家很常遇到一個新朋友 第一次這個自我介紹的時候 就會自己抱上 我的MVTI是哪一種類型 那我們多半比較常聽到 你是E人還是I人 因為E人就是比較外向 比較活潑 然後會主動交朋友 I人通常都稍微比較 要內斂一點之類的 那像是我們剛剛所說到的 這個理性跟感性 它的這個分別是T跟F F呢就是Filling 那T就是Thinking 是要思考型的 來 蔡一盤 八樓之一 你不能選這邊角料 因為不可能 我也沒看我不知道 第一排都賬單了 八樓之一還有賬單吧 你今天這中獎量 中獎量很夠 沒有 再看看好了 OK 再看看吧 好不好 不然也沒事 來 八樓之一是吧 是 對 開箱 妳看 還好啦 這種脫屏的感覺真好 真的 來 解除最理 雅里應該知道 就妳那個年代的 對 是我的年代 但是我猜 對 對不起 不是 不是 常熬夜有熊貓眼 為什麼 因為那個時候 我們用PPT都是下課之後 有時候晚上會特別活躍 常熬夜有熊貓眼 請接下 漂亮 PTT真的是時代的眼淚耶 在過去呢 大家在上面呢 很常互相交流啊 那可以看到喔 其實呢 這個BPS站呢 他一剛開始啊 是台大自公協二年級的一個學生 叫杜逸錦 他所架設的 那因為他常常熬夜 所以有熊貓眼喔 所以他的這個帳號呢 是取出他的英文名字 就是Panda Do 那就是P跟T 但是呢 他一剛開始這個帳號 如果用PT兩個字 好像有點太短了 所以他在這 多加了一個T 就變成PTT 全新賽事 帶你一起找知識 用你的智慧 接受財富大樓 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全新目標 快點來訂閱